欢迎收听长篇古风穿越爱情小说 晚清思 敬请订阅分享点赞 给我们最大的动力 朦胧中 用一双坚实的手臂将我抱紧 温柔地令人窒息 我舒适地闭着眼睛 如同一只饕餐的小猫 寻着本能去拥挤那温暖的慰藉 耳边传来一声轻笑 宠溺的声音在我耳边温柔地回响 老婆 醒醒 老婆 哪来的蚊子 我皱了皱眉 扶了扶手 想打断这扰人好眠的讨厌的嗡嗡声 耳边的宠溺笑声更浓 随后似乎有人塞了一颗糖到我嘴里 挑逗着我的唇舌 啊 啊 好甜啊 如果不是这样让人透不过气来的话 我张开眼睛 一头灿烂的青丝在我眼前晃悠 美少年睁着乌黑的大眼睛 正在啃咬着我的双唇 我推开她的脸 啊 明燕 老婆你醒了 明燕露出甜甜的微笑 给了我一个熊宝 嘴唇又企图附上来 老婆你好好啊 这么快就想我了 哎 你怎么又变成这个鬼样子了 我抵着她的脸 不让她的唇落下 老实说 我差点又没经受住这个美少年的诱惑 我望着她红嫩嫩的小嘴 舔了舔唇 脑子里强迫自己浮想出她小豆丁似的样子 克制住被她吸引的欲望 我觉得 老婆比较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明燕的眼里闪过一丝细虑 这小子一眼看出我的裂根性 我不好意思的黑黑傻笑 顾左右而言她 你怎么来了 老婆召唤我 我当然马上飞扑过来 美少年的眼睛亮晶晶的凝视着我 笑眯眯的宣誓 我是老婆的 一眼看下 你怎么会分成定的 你怎么能放在哪里 我正想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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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就将嘴儿压了下来 我伸手捂住她的唇,轻笑道 别,我有心理障碍 我老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她小豆丁的模样 认识如何浓烈的欲望也转成了笑料 她似乎是明白我笑中的含义 冷横横一声,气急败坏地喝我的痒 坏老婆,臭老婆 不要,不要痒,不要,好了好了,明燕 我痒得不行了,笑得喘不过气来,撒娇着讨饶 明燕,声音里含着自己没有察觉到的娇嗔 明燕望着我的眼神深了,我才猛然惊醒过来 从什么时候开始,面对明燕时的心情竟转成这般了 难道说,我对明燕已怀了自己没有察觉到的情感 可是,这种感觉,是爱吗? 还是因为,在这陌生而充满凶险的红尘 只有她给过我唯一的关怀 带给我欢乐,带给我温暖,带给我信任 从而产生的一种依赖呢 我变不清,也不想去变情 脑子里是一片混乱 我顺从地迎接着明燕再次压下来的唇 任脑温柔甜美的感觉 一波波地冲击着我的大脑和敏感的神经 不管是不是爱 我心里模糊地知道 我和她之间已经有了什么 再也和从前不一样了 机吻过后,我垂下眼瞼,方过身 有些不敢看明燕的脸 有些不敢看明燕的睡觉 乐視觉就比我离开 有些不敢看明燕的疑 MD 我只能够在中央受影響上 我的主项静默的感觉 你 kur心中够在转轻的 不明燕之地 有少人感受到 我后备把他的穿上 让他俩胶沉重 毫无所未会 要最大的 尖重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言,谢谢你 别哭啊 感觉到我眼泪浸湿了她背后的衣裳,她动了动,越发尴尬了 我走了 嗯 我了解她此刻的窘迫,不挡她 她的身影又渐渐变得透明,渐渐地变成了一团青蓝的光团 我微笑着看着怀中的背影消失,四周又归于一片漆黑 闭上眼,精精地抚摸着脖子上的黑玉,我微笑 明言,我不会再害怕了,因为我知道,不管何时,都会有你在某一个地方,静静地守护着我 因为有你,我敢于勇敢面对以后的日子,不管她有多么艰险,我都不再畏惧 黑暗中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窥视我 我隐约地感觉到那双眼睛 疑视我的目光充满了复杂的波澜,冰冷的危机刺骨 像是一张压力强大的网,向我覆盖而来 我猛地张开眼睛,黑雾像快速奔涌的潮水一般,纷纷退进 暖胀,庄台,浸瓶,玉筒,飞旋着冲击着我的视觉,一一归位 我仍浸泡在玉筒里,水已经冰凉,我已清醒 我静静地望着站在玉筒前,默默沉视我的男人 迎上他那双在梦中都能够强烈感觉到的窥探的眼睛 他的眼里,由我所不了解的波澜诡异 我望着他,不动声色 楚商,他夜里潜入我房间做什么 他静静地审视着我,将我眼里的平静尽收眼底 眼神愈发地莫测难懂 我不服输地迎视着他的眼睛毫不退缩 我不是古代低眉顺目三从四得的女子 观察我,哼,谁被谁观察,还说不定呢 将我以前和我班上那帮男同学们对视 从来都是坚持醉酒的一个 果然,我大胆的目光让他觉得有些狼狈 他不再与我对视,眼神缓缓地从我的脸上落到身上 我知道自己还赤裸着泡在浴桶里 不动声色地将身子缓缓下沉,将脖子以下的部分全都隐藏进水里 啊,好冷 我打了个寒颤 我到底睡了多久 他见到我的动作,唇角挂起冷笑 哼,有什么好藏的,你身上的哪个部分我没看过,没摸过 我不搭枪,冷淡地看着他 此一时彼一时,眼下与上次的情况怎能相提并论呢 我的冷漠似乎激怒了他 他猛地伸手,将我从浴桶里给拎了出 也不管我身上湿淋淋的水渍和桶里四溅的水花 将我拉近他的身体,恶狠狠地等 哼 收起你那种眼神 否则 否则 如何 顶多也不过是再被强暴 你为了羞辱我,要留着我的命,没有了性命之余,我还怕什么 以为我会像这个时代一样的女子,失了身,便寻死觅活 哼,笑话,这样的威胁,与我何用 我脸上扶起清朝,让他怒不可遏 他将我拖出玉桶,甩到床上 来不及等我爬起来,他已经欺上身 拉高我企图推开他的双手,用一只手禁锢住 跟一个男人比试武力,是最不治的行为 何况,他还是这样的男人 我放弃挣扎,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冷冷地道 你报复一个女人的手段,贫乏得只剩下强暴了吗 强暴? 他轻笑了,眼里燃起了情欲的火苗 哼,不,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迎合我少华归身 让一个女人屈从在自己的情欲之下 做仇人情欲的禁乱 的确是比强暴更能增添他心底的羞辱 处伤,他的心到底有多硬多狠 他的另一只手,抚上我的苏兄 熟练地拨弄挑逗着 我要在身低起本之前阻止他 强迫自己不要去理会他的手 我冷笑道 哼,又如何 我从不为自己身体正常情欲而感到羞愧 对,我若是你 我故意收声 他的手顿住 看向我的眼 你若是我如何 我若是你 便要这个女人爱上你 然后再亲手掐死她的爱 你不觉得 毁灭一个人的灵魂 必羞辱她的身体 更让人觉得痛快吗 我轻笑着看着她 语气却冷 哼,蔚雪 你是真有趣 有趣地超出了我的想象 她眼里的情欲渐退 你以为 我一定会爱上你 被你毁灭 或许是我爱上你 被你毁灭 我淡淡地笑 心里松了一口气 哼,这个游戏 是不是很有趣呢 哼,果然有趣 她坐起来 淡淡地看着我 听说 你想让月娘 应承你 卖意不卖身 她不是没同意吗 我面无表情 那月娘果然是个好下属 什么都不满她 知道就好 她冷哼 哼 这个男人倒也厉害 把我隐藏的另一个目的 也给看出来了 我笑了笑 无所谓地等 没关系啊 不过是让我在爱上你的过程中 增加一点难度而已 楚商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冷冷地笑了 哼哼 我从来不畏惧挑战 蔚蓝雪 她翻身下床 扶了扶衣巾上被我身体弄湿的水渍 一次一次地倒 等你爱上我那天 一定会生不如死 我不会爱上你的 我望着她一步步走出房间 离开我的视线 在心里冷笑 生不如死吗 谁被谁毁灭 还未可知 你怎知道底生不如死的那个人 不会是你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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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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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新的姑娘推出去 像现在的新产品宣传一样 吸引更多的客人来买吧 可冷笑 若期货可趋 不但可以决定姑娘的身价 还可以吸引更多的顾客上门 我若卖力表演 寂静四座 把身价抬高 大概也可以过得轻松一些 毕竟不是每个客人 都愿意花大价钱进拍的 看来 我想不准备都不成了 我面无表情地望着她 可惜我擅长的乐器 你这里没有 这义红楼里 什么乐器没有 即便是真的有什么乐器 是没有的 只要姑娘说出来 我们也一定能帮姑娘准备 月娘倒是自信 吉他 你能准备吗 我脸上浮起一个恶作剧的笑容 看我不整治你一下 那谢谢月妈妈了 我擅长的乐器 名唤极大 谢谢你 我擅长的乐器 这席 我擅长的乐器 和娟 月娘一听 倒是点头同意了 心里大概明白 赵乐师问着名幻吉他的乐器 也是没谱的事 许是怕我再嘲弄他 也不做多询问 他收起图纸 表情怪异的道 贵姑娘放心 月娘一定尽力找寻工匠 做好这件乐器 送他出门 我强忍住笑眼上 哭到靠窗的踏机上 回想着月娘怪异的表情 乐不可知 忍不住大笑出声 笑得肚子痛了 我全在一踏上 平复着小腹的抽搐 脑子里慢慢地思考着眼前的处境 虽然明艳告诉我 三日后揭刻之事是有惊无险 但并未告诉我具体如何 是如何的惊 如何的险 也许这已经涉及到地府的秘密了 它不可泄露太多的天机 其实三界众生 各界皆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和规矩 如同明艳 不能掌握阳寿未尽的凡人的生死 神仙们就不能干预凡人的命运吗 如果各个凡人的命运 都被神仙们插上一脚来玩玩 历史还不改写 天下还不大乱 三界的平衡还不被打破了 虽然我心里相信 明艳真的会帮我 可是我同时也是一个 来自二十一世纪的魂魄 我接受的教育 是任何时候 都不要把命运交托到别人的手上 没有人会对你负责 你只有自己对自己负责 所以我宁愿让命运 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 如果三日后真的有惊无险 而我又无法躲避 难道真的要沦落到 卖身的地步吗 一想到这个 我就有些烦躁 我可以怎么做 说明拖延时间 万罪嫖客 计策都没有错 可是具体操作起来 都有一定的难度 何况计划赶不上变化 谁知道到时 又会有什么样的意外情况发生呢 不过不管怎么样 月娘有一点倒是没有说错 尽管她这么做 并不是为了帮我 把自己身价抬高 对她是盈利 对我也是力大于害的 看来无论如何 这三日后的出场节目 我都要认真对待 好生准备的了 楚商那天 也一定会来吧 我首次出场接客 她不来观看 满足她复仇欲望才怪呢 想到我和她之间那个游戏 我冷笑 脑子里灵光一闪 恶念横生 当下心中已有计较 楚商 我让你看我如何眼睛四处 让你过目难忘 本集播讲完毕 敬请订阅 分享 点赞 下集再见